第134章 妖军过境 滋容清澄的白群女子微微一笑 你不妨先试着找找 镇北王血涂三千里的地方在何处 面容模糊的男子摇头 无奈道 这几日来 我走遍楚州每一处 观探气数 始终没有找到镇北王屠杀生灵的地点 但天机告诉我 她就在楚州 白群女子收敛颠倒众生的媚态 又长又直的眉毛微皱 陈寅道 她在和我们争时间 一旦精血炼化完毕 我们再想阻止 就不可能了 到时候 只有杀了木南枝 才能阻止镇北王晋升二品 不过木南枝和那小子在一起 要杀的话 你们术士自己动手 哼 被一个身怀大气韵的人记恨 是非常伤气数的 对了 你说坚政知道镇北王的谋划吗 如果知道 她为何默不关心 我突然怀疑木南枝和许奇安走在一起 时间正在暗中推波助澜 白衣男子冷笑道 你可以继续猜 等你猜到她的谋划 天机有感 坚政就会过来 我肯定是有办法走掉 至于你吗 这条狐狸尾巴别想要了 白衣女子果然有所忌惮 没再多说坚政相关的事情 三天 三天之内 必须找到镇北王屠戮生灵的地点 否则一切将成定局 白衣女子沉吟道 我有一个想法 不露真荣的术士 眺望远处山河 接查道 许奇安 是 也不是 她嘴角浅笑 抚摸着六尾白胡柔顺的长矛 道 你认为 许奇安的大气韵 能为我们指路 这确实是个思路 但我的想法是 好像大家都忽略了魏渊这个人 他是唯一能与坚政在棋盘上 打成平手的谋士 我们为什么不去盯着使团呢 白衣男子喝一声 你既知道他能和坚政打成平手 就该知道 使团只是幌子 我从来没有轻视过魏渊 我只是估摸不准 他在这件事上的态度 魏渊是国士 同时也是罕见的帅才 他看待问题 不会从简单的善恶出发 郑北王若是晋升二品 大奉北方将高枕无忧 甚至能压的蛮族喘不过气 魏渊这些年 一边在朝堂斗争 一边逢补日渐衰弱的帝国 他应该是 希望看到郑北王晋升的 但郑北王的所作所为 触及到了底线 魏清一是默许 还是暗中捅郑北王一刀 哼 恐怕连郑北王自己都心里没底 说到这里 白衣术是冷哼一声 那蠢货 现在还在西行 白群女子 轻轻抛出怀里的六尾白狐 轻声道 去通知群妖 速入楚州 笑聚山林 等待命令 娇小可爱的白狐 坠下悬崖 过程中 体态膨胀 圆滚毛绒的身躯拉长 顷刻间画成一只一丈长的巨狐 身躯线条流畅 四肢强而有力 身后虎尾宛如孔雀开平 他四足狂奔 于虚空中如履平地 迅速远去 西行路上的许七安 在阴凉的树荫下打了个瞌睡 梦里他和一个清城清国的角色美人滚床单 白袍小将率千军万马 七进七出 呼 许七安睁开眼 树影摇曳 光斑细碎 梦中的美人 与那晚昙花一现的王妃 渐渐重合 这让他分不清 是自己太久 没去叫方思 还是王妃的魅力太强 这女人就像毒药 看一眼 脑子里就一直记着 忘都忘不掉 想到这里 他侧头 看向依靠树干 歪着头打瞌睡的王妃 以及他那张姿色平庸的脸 许七安顿时心若冰青 天他不惊 心底涌起一种另类的闲者时间 喂喂 起来了 许七安推醒王妃 看着他睁开迷糊的眸子 催促道 午膳前能抵达下一座城市 我们去改善一下伙食 顺便看看能不能再杀几个蛮族或你丈夫的密探 王妃皱了重眉 听到你丈夫三个字不是很开心 她翻着白眼哼了一声 许七安蹲下的时候 她还是乖乖地趴了上去 王妃傲娇了一阵子 缓着她的脖子 不去看快速倒退的风景 缩着脑袋 低声道 喂 你打得过怀王吗 你准备怎么对付他 尽管当时被他一瞬间 展露出的气质所吸引 但王妃还是能认清现实的 很好奇 许七安会怎么对付镇北王 如果许七安说 我打算一刀砍死镇北王 那她就决定劝劝她 别做送死这样的傻事 许七安美好气道 我准备捅她媳妇 白刀子进 绿刀子出 王妃茫然片刻 猛地反应过来 柳梅倒树 握着拳头 用力敲她脑瓜 蹲蹲蹲蹲 打了一路 处周围 杨燕带着刘玉石 停在军营外 所谓军营 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帐篷 除了行军石住帐篷 各地驻扎的军队 都有专属的营房 与普通的民居房没有区别 正常而言 周城的卫兵 人数是5000到6000人 边境周城的卫兵人数 1万到2万之间 而像楚州这样 临近边关的周城 加上镇北王增幅 卫兵人数达36000人 这36000人是镇北王 可以在短时间内 直接支配的兵马 至于楚州各地的卫所 身为楚州总兵的镇北王 同样可以支配 但需要经过一道手续 楚州都指挥使的印章 杨燕和刘玉石 坐在马背上 晒了一个时辰的烈阳 胯下马匹都热得直打响鼻了 刘玉石无精打采 嘴唇干裂地趴在马背上 有气无力道 杨金罗 我 我 我们先回去吧 本关快晒成人干了 就在这时 一名卫兵按着刀柄出来 朗声道 都指挥使大人请两位进去 刘玉石如释重负 虚托般地吐出一口浊气 连滚带爬地翻下马背 两人随着卫兵进入军营 穿过一栋栋营房 他们来到一处凉进的大院 进入大院 于会客厅见到了楚州都指挥使 护国公雀永修 雀永修有着极为不错的皮囊 五官俊朗 留着短须 只不过瞎了一只眼睛 仅存的独眼眸光锐利 且桀骜 他端坐在大椅上 手里端着茶盏 独目冷冷地凝视着杨燕 这不是未冤的明灵之子吗 道我军营作甚 明灵之子就是义子 只不过前者带了点嘲讽意味 杨燕这样的面瘫 自然不会因此动怒 眼睛都不眨一下 淡淡道 查案 雀永修明之故问 查什么案 杨燕语气冷漠 血涂三千里 我要看楚州卫兵出营记录 之所以从楚州卫兵 这里开始查 是因为使团抵达北境 自然得先来楚州城 就近原则 再就是 楚卫三万六千兵马 全是郑北王的心腹 也是楚州的主力军队 蛮族泄途三千里 郑北王肯定要出兵交战 那么 出营记录就是证据 军队的调动 是一个繁琐的工作 并不是说出营就出营 相应的资重 气泄等等 都是有迹可循的 碍于郑北王对楚州城的掌控 未必会留下蛛丝马迹 但该查还是要查 不然使团就只能待在驿站里 喝茶睡觉 什么血涂三千里 却永修拍桌而起 吓了刘玉石一跳 这位护国公大步走到杨燕面前 指着他鼻子 破口大骂 本宫追随郑北王 镇守楚州十几年 是你这个未烟狗的明灵之子 说查就查的 杨燕没回应 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本宫在前阵杀敌 束手边关的时候 你们在京城躺在美娇娘的床上 如今跑来跟我说什么 血涂三千里 呸 滚回去告诉未冤 告诉那群只会提笔杆子的酸儒 想构陷本宫 构陷怀王 做梦 护国公雀永修冷笑道 现在 给我从哪里来 滚回哪里去 刘玉石勃然大怒 指着雀永修怒斥 护国公 我等奉旨查案 你敢没命 雀永修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刘玉石回京后 大可以弹劾本宫 就是这么狂 刘玉石脸颊肌肉抽动 怒不可遏 偏偏打他没有办法 他非主办官 更非巡抚 无权处置护国公 更不可能在楚州 与对方硬碰硬 没那个资本 能做的只有回京后 狠狠弹劾护国公 走吧 杨燕转身 打算离开 刘玉石怒火几乎到达顶点 在外面晒了一个时辰的烈阳 痛苦不堪 好不容易进了军营 结果对方是故意让他们进来 借机狠狠羞辱一番 想查案 门都没有 等等 雀永修突然喊住两人 待杨燕回头后 他嘴角一挑 杨燕 你护卫王妃不利 还被蛮族掳走 至今下落不明 怀王很愤怒 不追责 是看在未冤的面子上 但你若是认错 到军营外头跪两个时辰 本宫就破例 让你们查一查 卫兵出营记录 说这些话的时候 雀永修嘴角冷笑 带着不加掩饰的挑衅 欺人太甚 刘玉使怒发冲官 刚想展现门官的唇枪舌剑 让这个粗笔武夫领教一下 他全家女性是如何在不知不觉间 真操尽尸 但被杨玉用目光制止 两人转身离开 身后传来却永修猖狂的嘲笑声 简直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刘玉使气得心脏病快发作了 嘴皮子哆嗦 回京之后 本官要让这个皮肤知道 读书人笔杆子的厉害 杨玉淡淡道 他在故意激怒我 他想杀我们 刘玉使大吃一惊 何以见得 杨玉没有回答 一边跨上马背 一边压低声音 血图三千里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棘手 许其安的决定是对的 暗中北上 脱离使团 他如果还在使团中 那就什么都干不了 而以他眼里不揉沙子的脾气 很容易中阙永修的圈套 在这里 他斗不过护国公和镇北王 下场只有死 刘玉使脸色陡然一白 继而收敛了所有情绪 语气前所未有的严肃 以许银罗的聪慧 不至于吧 杨玉摇了摇头 单纯的激将法 自然没用 可如果是当初内性朱的银罗那样 许其安还能忍吗 刘玉使没追问 倒不是明白了杨玉的意思 而是出于官场敏锐的直觉 他意识到 泄图三千里 比使团预料的还要麻烦 否则 护国公如何会起杀鸡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背着有荣王妃 跋涉在山野间的许其安 开口服软 倒不是因为被敲脑壳 许其安总结了一下王妃 小气 胆小 傲娇 后两者无所谓 就是这么小气 嗯 他赌气 好久没开口说话了 许其安觉得闷 想找到聊聊天 王妃见他服软 便N一声 仰了仰下巴 道 姑且听听 从前有一只蚂蚁 他很喜欢玩自己的腿 有一天他看见一条千足虫 小蚂蚁大喜 说 哎呦我曹 这腿我可以玩一年 王妃愣了几秒 想通了其中奥妙 咯咯咯地笑起来 千足虫我没见过 但肯定是很多条腿的虫子 对不对 所以小蚂蚁震惊了 是啊是啊 卧槽是什么意思 就是表达震惊情绪时的用词 王妃恍然大悟 点点头 表示自己学到了 心里就原谅了许其安 许其安背着他跑了一阵 突然在一个山谷里停下来 怎么了 王妃问道 尿尿 许其安坦然回答 王妃催了一口 从他背上下来 别过身子 许其安奇怪地看他一眼 这女人以为自己要在他面前尿尿 想什么呢 臭流氓 他钻进了山谷边的密林里 刚准备解开裤腰带 宣泄膨胀的膀胱 王妃的尖叫声突然传来 与此同时 许其安捕捉到了远处传来的动静 声音操乱 密密麻麻 急匆匆地勒好裤腰带 冲出密林 迎面碰见脸色惊恐 带着要哭的表情 追近密林的王妃 许其安 卧曹 王妃大喊 宁可真是个好学的王妃 许其安嘴角轻轻抽搐一下 然后把目光投向远处 他顿时知道 王妃为何如此惊恐 前方有一条三丈粗 十几丈长的巨蟒 游动着身躯进入山谷 沿途灌木折断 留下清晰的足迹 巨蟒身后 有两米多高的黑马 额头长着独角 双眼星红 四蹄缭绕火焰 有一人高的大老鼠 肌肉囚结 领着密密麻麻的鼠裙 有四尾白狐 体型堪比普通马匹 领着密密麻麻的狐裙 这还不止 山谷两侧的林子里 潜藏着无数种类各异的动物 有元侯 有山妹 有炎阳 有猛虎 有山猫 还有更多许其安不认识的凶兽 大军过境 是妖族 许其安立刻把王妃拉到身后 如临大敌的直面妖族大军 眼前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 许其安没料到 自己竟然会遇到这样一只妖族大军 他怀疑妖族是冲他来的 可自己行踪无定 低调行事 不可能被这样一只大军追击 不管如何 遭遇了就是遭遇了 这时 前头带路的蟒蛇长嘶一声 停下来 高高昂起头颅 冰冷的树桐凝视着许其安 四尾狐狸 黑马 鼠怪等头领 纷纷发出奸笑或思鸣 传递信号 山林里各种各样的吼声 此起彼伏 遥遥呼应 然后 这只妖族大军停了下来 一道道视线从对面 从密林间透出 落在许其安身上 无数恶意如海潮般汹涌而来 全部被舞者的危机直觉捕捉 王妃夏的面无血色 双腿打颤 死死抱住许其安的胳膊 仿佛这个男人就是他唯一的依靠 许其安大脑高速运转 思考着如何应对糟糕的处境 密密麻麻的齐息 这些妖族每一尊都不是弱手 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杀出去都够呛 更何况还要保护王妃 不管他们是不是冲着我来 以妖族的形式风格 能顺手猎食 肯定不会放过 这些是北方妖族 妖族大军群聚楚州 这 楚州要发生大动乱了 呼 许其安胸腔起伏 倾扣玉石小镜表面 倾倒出黑金长刀和儒家法术书籍 他一手牵住王妃 一手持着笔直的长刀 慢慢把书籍咬在嘴里 环顾周遭的妖族大军 略显含糊的声音传遍全场 而等之中 谁是领头妖物 巨蟒口吐人言 冰冷的瞳孔盯着许其安 你是何人 不知道我 不是冲我来的 许其安松了口气 道 我只是一个江湖武夫 无异于你们为敌 他先摆明自己的态度 这年头 讲究和气生财 打打杀杀的不好 但他显然错估了妖族的习性 一道道声音从山林间传来 吃了他 吃了他 好强大的气血之力 血肉大补 边上那个女人看起来也很鲜嫩可口 可以当个灵嘴 吃了他 吃了他 敲鼓吸水 海潮般的恶意 抬山倒海而来 王妃脸蛋血色进退 宛如寒风中的小花 可怜无助 巨蟒吐了吐信 冰冷的瞳孔 渐渐被禁食的欲望代替 他们奉公主命令 潜入楚州 理当低调为好 但这个男人的气血 实在太诱人 看来是无法稀释宁人 正好 神书和尚的大不要来了 许其安叹息一声 剑指点在眉心 嘴角一点点裂开 宁笑道 你们确定要吃我吗 眉心处 一点精气亮起 迅速扩散全身 灿灿金光 散发微然之意 映入众妖眼里 金刚神宫 惊恐的尖叫声 从密林间响起 妖族瞬间一片大乱 几位领头的妖族首领 下意识地后退 余年尽 如果节目明的话 咱们吊으 感谢观看